詞曲 李宗盛 蘇勒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正是不講經知識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事情 一個因果報應 歷史秦華 真的是一樣一樣 所以你讀论语,你看到孔夫子 温固之身,可以为师 你从历史一路看,他就重复了 为何重复呢? 曹操就说,天爱我,儿子你去散吧 曹操就不散,儿子就散了,曹丕 曹操一死了之后,曹氏家族不太能 朱国梁去录出奇山弓 没有人敌得住,个个跟他打不可以 但是司马燕,他们输了 你不能跟他打,他死守 他没有了荆州 在属国来的,运粮食是否很辛苦? transportation 你死守住他,不要跟他打 被女人衣服不能穿 一换句话,就是困住他 他打打又要退,粮食运不到 他露出奇山,无寸土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 所以历史真的很惨 军王要很小心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那些军权是否交到司马燕 军权是司马燕控制 那朱国孔明一死,病死了 他便照版主婚 又便逼曹碑下台 三角进归司马燕 如果孔明不进军,他怎能拿到兵权? 所以要想想 曹氏家族删人,有人一样删你 小心因果循环 要读读历史便知道了 今天不讲经之前 要多讲历史 你知 五四运动 今天是五月四日 好像19 现在来的五四运动 有九十九年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 往事止陷害 五四运动之前 我们中国怎样 整个中国 有月血青年便流泪 没胆便移民走路 国家不管 但是有月血青年便搏斗 我们中国 你知不知道 百多年前 现在上海已经是二百年前 你不是经常说 告他联合国 是没用的 你国家要有实力 人民要有勇敢 如果不是 你国家强大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敢说 打狗都要看主人 你明白吗 中国强大 但是你移民在其他地方 他特地打你 虽然你 是败家仔 不认为中国人 我看见我都不行 打狗都要看主人 所以中国要强大的 因为中国 韩媒傲雪 被人 输了给日本人 割了台湾 日本人又再割了韩国 这样 开始中国 被英国一手 不吃烟 烧鸭变烟 你不吃烟 都要赔钱 要割地 赔钱割地 所以我记得邓小平 说一句说话 你还叫我签五十年给你 趁我现在在这 何堪重蹈都够战袍 我立刻穿回衣服 战袍一战 不可能的事 那时候中国经历很惨 哇 经历到八国联军陷北京 火烧原明远 华人与狗 不准在外 这个又割冬 那个又割西 中国快没有了 还有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幅地 贏了 德国战敗了 割了山东地 它一人占一分 这幅地 德国打输了 是否很应该 那些地给中国 德国已经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怎料英法的开会 唉 唉 竟然 把山东给了日本 还有什么叫联合国 国联 他去说 如果你没有实力 你在发言 那些国家 黑眼睡 你自己的中国人 应该知道外部国家 换句话说 袁世凯 做总统 他想做皇帝 孙中山给他做 他最后做了一把的皇帝 吓死了 那个作反 看不通 换句话说 搞到这样的情形 搞到这样的情形 山东又给他 全中国人 学生 暴动 不开市 不做生意 真是五四运动 结果真是淪亡 五四运动 所以中国是警醒了 这个五四运动 然后又怎样 哇 英雄豪杰出 黄花江七十二次 孙中山 孙中山 毛泽东 蔣介石 周恩来 哇 哇 譚志同 哦 英雄豪杰挖起 谢谢 英雄豪杰挖起 这样才挽救到这个河山 那这个五四运动 就冲击多大 今天 你问一下现在的民主自由 那班学生 我问他 这叫五四运动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中国历史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老婆问我 你说什么 今天听你暗暗沉沉的 啊 中华爱国好男儿 夜心起读性原书 读到中华休国恨 我都不敢流泪耍当前 那我们中国人呢 有中华民族的精神 今天为什么这么辛苦 我自己又拿了二十多本 又找个朋友拿 一人送一本论语给你 看看孔子的论语 轻回中华 所以我说呢 今天呢 一会儿说呢 今天一会儿说呢 就是说二零一一年的国际论坛 大陆出的这个题目 在华山 尊度贵德和諧共生 今天呢 我们今天 往时自堪开 不要 中华呢 是将来的前度好 我复兴孔万云佛道 将孔万的真理云回它 兴国兴家明德求 兴国兴家呢 要明白道德 今晚呢 就是说怎样尊度贵德 一会儿说 中华大到如实浅 一会儿解到中华了 论文又说 华下崇光都要全球 中国呢 你 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的 我告诉你 中华民族的思想 必定会崇光 没有 我不想 今天呢 大家看看 《道德经》 就讲完了 八十一章 讲了一年 道德经 是否可以实践用呢 讀這本經要將它實踐 讀論語也要將它實踐 如果不是讀這本經不能實踐 讀完這本經上枝香又如何? 不是的 要明白經理 我們在我們宗教 最後一句 他說中華道教協會 和中華文化交流會 在我們中國著名五樂之一 在恆山 恆山在湖南舉行國際道教論壇 他邀請海外道教領袖 學者、政治文化知名人士來參加 給食宿理成 這個題目是甚麼呢? 專道貴德和諧共生 這個題目呢 我今天告訴你 中華復興呢 是必定要依這幾個字的 不是亞美利均和諧共生 中華要復興呢 和諧共生 和全世界人民 共同生存 加共同生存 那天 你知道 你有開過網 我昨晚才看到我兒子 開過網給我看 原來賈慶能道 國家領袖能道 那些使用當然是國家給 請那麼多人來 吃飯也要開會 就研究這個題目 國家領袖 我告訴你 中國復興 復興中華 必定要這樣 專道貴德和諧共生 你自己行 不要這樣打絕別人 你看 一絲一帶之路 你都看到了 去非洲給多少錢的人 做一些學校、醫院 這樣的國家 才能夠興起 和不同意 要為他人 就想題目出了 有一間飛眼筒 我名譽顧問 他叫我 喂 寫七八千詞 參加也好 我就寫 有意在花 花不發 無心插柳柳成陰 那篇文章一寫下去之下 尊度貴德 和諧共生 你怎樣寫都好 我想一下 一件事 你說道德這個觀念 西方怎樣寫都好 我不如說道德 我想起萬世師表 孔夫子 道祖 最好將他的經典抄出去 用手法抄一下你 贏不贏你 我抄你 一會兒你看到我會抄 抄得好 他就贏了他們 你看到網上寫明 我都不知道 我兒子告訴我 這篇論文 擺在國家 宗教局上 值不值得擺呢 大家看看這個論點 看看我抄成怎樣 根本我是抄的 但你又不要亂抄 抄其他人會告你 抄道祖 抄佛祖 那些經典教派 沒事 他說你厲害 懂得抄 抄得好 現在講的這個題目 專道貴德和諧共生 看著 九十八頁 專道貴德不上空談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不要只有一個講字 存在你的心 清淨的心來思考 人能常清淨 天地式戒貴 我想一下 你說這個題目 說道德呢 我以道德經和你立論 因為你說專道貴德 我和道德經和你立論 看看我講法 你們的評判員 贏不贏得過道祖 好呢 道德經你們聽了一整年 回去再看幾次 原來這本經 是契迪我們中華文化 永垂不撓 它五千次而已 你帶去看 原文百話 為何我叫你去看這本經呢 黃色給你 其他參考就好了 因為這本經呢 這本經是道祖所寫的 它由道祖在台灣用機屈降下來 解釋給你 它原文作者給你 抄正道祖跟你說 你抄的書給我 你抄的教授那些 未必對 那本句話說 有人類歷史 從來沒有一本經 用五千字 能夠講出人間的真理 天上的真理 能夠解化紅塵 困擾的地方 所以道德經 在紅塵怎樣應付呢 你出這個題目 專道貴德和諧共生 我說道祖有解答你們 你能夠實踐而行 必定是國泰文安 封條與順 今天趁這個機會 講 互相研討一下 你這個研討會 獲益無窮 第一 你專道貴德 第一 要講道德 你不能亂說 要對提 他講道 你是說德 你不要說別的樣子 你不要說自己多厲害 那些沒用 要對提一下 什麼叫道 你教授 道不是我說的 老子第一章 你們有本書 個個都有 如果沒有 同位小姐拿一本 黃色那本 他說道可道 都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無明天地之子 這本道德經 還有英文譯本 沒有就拿一本 你沒有 拿一本 回去看看 這是白話 不用怕 他 他說 無欲 就觀其妙 有欲 就看得到他笑 表面 這張 我逢親的經文 是這樣 有個一 即是第一章 如果有個四 即是第四章 即是《道德經》 即是《默契》 有個一 就是第一章 第四章 即是說我抄出來 那麽 你去看哪些 你看看那本經 是否這樣講 但我差得對堤 那你說道 我就可以 這樣 人類 所以 除非你有修行 才能夠知道 本來我們大家都有神通 有的 我和你都有 好像呂祖 佛祖的神通 人的靈性有神通 為何我沒有了 我好一點 或者差一點 因為佛祖在華嚴經講 眾生的靈性跟我一樣 是有智慧 有神通 是變化萬千個靈在虛空中 好像觀世音那樣 哇 有很多億的化身 但為何失去了? 被情慾遮蔽了 如果你能夠把情慾 退了 你的智慧便會現 無辱觀其妙 但我們現在給個什麼? 九天玉女書宣 下次會講 他說 為何? 七情六欲的迷本性 迷失本來1.0 玉女直指金剛露 你能夠參悟 你就已經 覺悟到你的真理 下次會講《九天聖母經》 21本就講出 1個說話說出來 你下次會講到《九天玉女經》 你們下次會講到《九天玉女經》 《九天玉女經》 《九天玉女經》 它印得很漂亮 印得很漂亮給你們 那麼你現在 現在,有福德經,你不要嚇到你, 九天元女,你們知道,我看她的經都知道, 是創造宇宙,有份創造宇宙, 她的修行,三百五十萬年, 現在我說九天元女經,請九天元女士尊出來, 是劏人,九天元女說,很多人不敢做, 她是戰神出現這個世界,斬妖除魔, 一個人沒有理由,我也認為是對, 斬一個人夠千萬人,這個人為何不斬? 九天元女說,普通仙佛不敢做,她就做, 下次講的經,不要嚇到你,她就做, 剛才你提到的情慾,但我們基本上都有, 唉,我現在講的基本的情慾, 不要來個道德, 你上班賺錢就可以, 你上班的貪污舞弊, 加上官商勾結, 現在你看看, 喂, 賣五、六元一呎地方, 兩公婆, 做大學生供不到, 那些農地買齊齊, 那些發不發達? 為何不動你? 她是英雄蠔結出的, 你要想一下, 即是我沒權又老了, 如果我在立法國說, 大佬那些人民, 怎樣有居住的地方? 多慘啊! 15、6元都沒有, 喂, 住劏房啊, 你做官那些住大屋啊, 你的商人發得這麼厲害啊, 唉, 真是不要說, 哭得出一句聲, 如果給我那千億, 我怎麽不派幾千元給你啊, 我將那些地方, 全部, 那千億, 拿來蓋蓮租屋啊, 給人做三, 供三四千, 三兩千元個月啊, 他們想一下, 他們怎樣生活才行啊, 喂, 你是國家的領袖, 與民啊, 共進啊, 你要想一下自己啊, 即是我講這件事給你知道, 那你是不是呢, 你, 譬如你, 智虛極守正督, 十六, 下面呢, 即是第十六章, 道德經說, 若果你能夠, 心情, 不要被欲念迷了, 你真是知道很多事情, 我雖然, 不是說很聰明, 但我知道你們那些人在做什麽啊, 你不要搞啊, 民眾呢, 醫食住行啊, 要安撫民眾啊, 要教育啊, 不是研究啊, 通什麽式啊, 連道德都沒有, 何有通識啊? 哎呀, 我真是想講一句啊, 不講都不行啊, 你道德都沒有, 何來通識啊? 這個道, 就是這樣了, 講完德, 在《道德經》第十章, 老子說, 生而不有, 為而不遲, 掌而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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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育萬物, 做了天下的事, 都不說自己的才能, 天地都不說, 好在我給你雨水陽光, 不是你全部死了, 他都不認為是做主人翁, 哇, 這種德, 真是好厚, 對一些人, 他自己說自己很有道德 做多些小意思 喂 我捐些錢給你 待會醫院要寫葉天佛的名字 不是我沒得捐給你的 杜祖說不是 我不要這些東西 我不會驕傲於人 所謂自見者不明 自罰者無功 這個《Black劇》24 就在24章找到 我全本《道德經》給你看 我把《道德經》找到 你說《道德》 我就把《道德經》哪一章 就插進去給你看 你看24 就是說 自見者不明 你回去看《道德經》24 你就看到這兩句說話 為什麼? 自見者不明 自罰者無功 自己誇要自己得 不是好得 要學天地那樣 杜祖在《清淨經》講 有沒有人聽過這句說話 尚德不得 尚德的人做了事 經常說自己有道德 不說自己有道德 下德則德 下德的人做了事 經常說自己有道德 執著之者不明道德 首先你講尊道貴德 我一抄下去 就先解釋你道德那兩個字 分開來講 你要抄正的題目 答正的題目 那麼道德這兩個字 分開來講 合起來講 怎麼講? 合起來講 《道德經》 《道德的道》是形上的 《德》是講下的 大家都不用爭辯 《孔德之用》 《為道是從》 最好的《德》 要明白道理 這個《Black劇》二十一 在二十一章就找到 這句 再找一找五十一的頁 說什麼? 五十一章說什麼? 《道生之》 《德促之》 《物形之》 《世成之》 《萬物物不尊道如》 《德偉貴德》 《道之骨尊》 《德》 《德》 《德之貴》 《乎莫之命》 《義相之言》 那不是尊道貴德嗎? 我抄出那個章 你都從那裡抄出題目出來 喔! 你說尊道貴德 我抄回來 你的題目從那裡套出來 差不多 抄得好 你從那裡出來 換句話說 所以,道雖然是偉大,但不會自命不凡 所以不敢說自命不凡,很謙虛 所以人要學道,要學太上道祖這種心法 萬物莫尊度如貴德,尊度貴德,和諧共生 將你在那裡拿一條題目出來,我就抄給你看 那不是沒有理看,你不要亂抄下去 他都不敢說你抄錯,因為你都在那裡抄出來 尊度貴德,和諧共生 尊度貴德,和諧共生是怎樣解釋呢? 我解釋給你,你必定要這樣做 才能達到尊度貴德,和諧共生 這裏我先看看抄誰 不如抄一下,抄女組吧 抄完一個還一個吧 那抄什麼呢? 這裏我先看抄到尊度貴德,要能夠解釋到大學的章句 有一句章句 富就潤屋 富就潤屋 這個屋不是家 是宇宙的本體,你的心性 德潤身 有道德的人,是深廣體伴 這個,你不要從表面來看 不是,那個字寫錯了 不是那個皮章 表面來看 非從表面來看 我們要解釋這些 尊度貴德,要跟心性來想 富潤屋 那麼,女組解 解這個大學居居 原來,人人都富有 如果你未聽清楚 有些人想舉手 為何我這麼窮啊? 你女組說什麼啊? 你聽清楚才會說 他人人都富有 個個都是億萬富翁 所以將來看《金剛經》 我解釋給你知 原來,佛祖說了七次 在那本書講完又講 不同方法 你做到皇后 有一萬個李嘉誠 都不夠佛祖四句《金剛經》 你做到皇后都不行 為什麼? 你皇后一陣間就沒有了 但是《金剛經》 就說 你解得如來真,低於你解脫啊 所以《金剛經》第八章 後來才說 又是五千詞啊 又是五千詞啊 他說呢 所有人成佛 必定要知道《金剛經》 不是成不了佛啊 是第八章 我將來會派一本書給你看 是呂早註解 不用錢 已經有人給了五十本給我了 我將來會慢慢拿來給你 又是五千字 這裏又是五千字 很奇怪啊 真是五千字很厲害啊 他說 他說《金剛經》第八章說 一切人能夠成佛呢 必定要知道《金剛經》 不是不能成佛 那你看看 講什麼呢 《道德經》呢 又是五千字 五千多字 你 你要抓到個忠心思想 為什麼人人都富有啊 原來那個靈性是最富有的 身體是假體來的 我昨晚講經些人說 《招民道直死可以》 例如 每個人都說 為什麼會講的 孔夫也知道是否喝醉酒啊 《招民道直死可以》 很多人問我啊 喂 有個大學教授 在香港很出名啊 博士啊 為什麼啊 早上聞到晚上死 是不是喝醉酒 沒有喝醉酒啊 你聞到孔夫子 不是文章啊 那個真理 直死可以怎麼樣 原來我們的身體 是假體來的 它靈性才是真的 所以你考到狀元才 子貢跟孔夫子講啊 他說 你們有些文章 考到狀元都厲害 但是孔夫子講解釋生死你未夠班啊 孔子講啊 很多教授都不知道啊 還有一句最緊要啊 你會告訴我啊 第二天會講給你知道 天明之為聖 怎麼靈性天給我的啊 率性之為道 不要迷失本性 修道之為教 說出來很清楚 幾句說話你不明白 不過不是教授的解法 呂祖說 呂祖說 解出孔子的心法 你就用來考狀元 你不知道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問 不止醫之線 你懂這幾句 孔子的心法 所有宗教 全部拿了 佛祖不能來這裏 耶穌不能來這句說話 無罕默德不能來這句說話 無罕默德不能來這幾句說話 不過你就不要拿來考試 教授說你不合格 我也不敢拿來考 考語科不合格 不過我現在跟你講 是超出塵外的解法 是超出塵外的解法 大學之道 不是大學生讀 大家都要學 在明明德 原來明德 是我們的本性 個個都明德 但是因為被情慾遮蔽了 就沒有了道德 這個動詞在明不明德 光明的德性修行的明德 那你的本性明白 將來你的靈性與宇宙合一 億億萬年都不會死的 在虛控那裏 你的身體老些會死的 今天呢 你看報紙 我看見欲哭無淚 你看明報 有個澳洲的科學家 不知一百零幾歲 他要死 澳洲不肯給他 可以啊 他說我要死 安樂死 他說沒有錢 原來那裏死去哪裏死 你不要學啊 瑞士啊 我說我要死 去瑞士 你這班人真是想 一人捐給月天法 去瑞士 去瑞士就死了 那些人問我 應不應該 我們不要濟 不要跳樓 為什麼 你今天所受劫數 前生帶來呢 我未還清啊 我都要受痛苦 哎呀 喂 我今天來講經 告訴你 我幾樣疾病啊 我告訴你 第一 氣管擴張 我要吃很多藥 但如果咳得緊 我就退不講了 第二 前列腺 頻密小病 第三 糖尿病 喂 喂 熬了十年啊 你說啊 二 多少柔情 多少淚啊 喂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上香就行啊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我前生做了很多事不對的 說你怎麼知道啊 我知道 我不用看啊 為什麼講了十幾年經 講了三十年經 哇 寫了這麼多篇 書這麼慘病呢 就因為業債還完 還完我就走了 你不要說我有功德 哇 你不要不信啊 我有一次去過道堂 我問 他們在開機啊 他有沒有東西問啊 一個人在開機啊 我問 有沒有人問啊 沒有人問啊 沒有人問啊 我經常都開機 你跪在那裡 我什麼啊 跪在那裡 哪知不捨兩句啊 我真的很準 浮沉世俗多煩憂 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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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假的 這些我都會說 你也會說 你也會說 幾許佛心作道心 這些啊 這些你也會說 我還有什麼話講啊 第三句 一下子的 龜徒指為燒前業 龜徒指為燒前業 唉,你那些都不信,第四句就跪在那裏, 他說,鄉海一珠,法幾人, 鄉是香港,珠是東方一珠,法, 有多少人你去還債, 我名字叫鄉法,我不告訴你,你知道, 嘩,突然,你是哪位,你不要問, 乃,乃,乃,佛名,他不告訴你,知道是誰, 這些東西很巧,有意在花,花不發, 是無心策略扭成因, 所以,今生你們好些, 早些行善即得, 世界上的東西,如果沒有因果, 真是天公無眼,如果沒有因果, 為何你生在這裏這麼厲害, 我生在秘州這麼慘? 喂,我沒理由不生在皇室之家, 這麼辛苦? 你想想,是必定有個因果在這裏, 所以呂祖說,屋是你的身體光明它, 你本性的德行, 甚麼叫伍德? 你在旁邊看,仁義禮止信, 伯德禮二年始效地中信, 本來有的,但你現在實踐力行, 你將來,你的菩提之身, 心花怒放, 有一個人問我, 喂,我怎樣去打坐呀? 日日打坐呀? 你日日打坐, 打打下酒火入魔, 甚麼你都不知道, 你身體修行的正是, 靜坐又行,不靜坐又行, 惠能說,道不在座, 坐又好呀,清靜嘛, 但你心靈不清靜, 就無謂坐,起床好過啦, 一坐就, 誰對我不住,欠我的錢又不是還, 那你坐甚麼呢? 坐來做甚麼呢? 假如你外公圓滿, 呂祖說, 三花最頂, 五氣朝圓, 為甚麼呢? 呂祖的名字叫甚麼? 純陽呀! 誰人不能學我純陽呀? 你心有道德呢? 你有正氣道德呢? 就上升, 就像亥度盡一樣, 你衰呢, 陰沉呢, 陰呢, 下沉啦, 你沉淪啦, 作惡呀! 所以, 修道呢, 是修德, 是修德, 道你看不到, 看不到, 但德看到你, 你不能夠逃得上天的神靈, 我告訴你, 你人間施語, 我告訴你, 天若行雷呀, 現在道早都聽了, 有沒有說錯呀? 聽著你說呀? 不是鄭子來聽呀, 虛空都來聽呀, 看你做甚麼, 今天就講經, 明天呢, 就去做壞事, 阿葉添發, 你都算虛偽呀, 我騙到你呀, 唉, 這個也會騙不到天啊, 你知道有個天心在這裏, 你壞了也有限呀, 為甚麼壞呀? 你知道呀, 當你甚麼都不相信, 你甚麼都敢做, 所以呢, 是宗教, 才能夠平過天下, 宗教不是教你的迷信, 我給你一本論語看, 夫子都說, 你, 學一下道德你就明白, 那, 這裏講的尊道貴德, 和諧共生, 下文對個題目, 你和諧共生要怎樣呢? 又要講孔子這個叫做甚麼? 中和, 和啦, 為甚麼和呢? 和諧共生呢, 必定要明白, 中庸所說的和, 怎樣呢? 又要抄中庸, 又要抄中庸, 那你讀經多呢, 是懂得抄的, 那你說中和, 我為了中庸來答你, 我抄中庸出來, 中者是中和, 喜怒哀樂人之常情, 不偏不矣, 發出來呢, 合乎於哲義的, 沒有歪理的, 我的心之正呢, 天地心亦正, 我的氣純, 天地亦純, 我告訴大家, 如果人類呢, 天地者, 天地者, 天地, 正氣歌有一個, 若天地是邪, 很多災害在這裏, 天崩地裂, 經常都說, 九天元女, 煉石補青天, 但是九天聖母告訴你, 不是煉石補青天, 那八塊石, 有八個字在這裏, 禮二年子, 考帝終順, 不是煉石那麼簡單, 即是告訴你, 你修道, 沒有道德, 你很坏的, 你有空呢, 你看看郭先生對著那四個什麼字, 你回去看看, 浩然正氣, 孟姿已經說了, 其為氣也, 自大自剛, 即氧而無害, 衝浮於宇宙之間, 這個四個字很重要的, 浩氣呢, 還太虛, 這個靈性在虛空, 單心照千古, 已經將千經萬典, 來到要明白這個道理, 鍾容說, 喜怒哀樂未發為之中, 我人是否有喜怒哀樂, 未曾發出來, 要合乎於正理, 發出來, 是要有和氣情長的, 中呢, 是天下之大本, 和呢, 是天下之達度, 能夠明這個中和這兩個字, 可於知宇宙的造化, 所以剛才復興中華, 我寫, 中和, 大盜如實淺, 能夠明白中和呢, 就知道和平共存了, 有幾個字大家都聽過, 人心為危, 道心為味, 人被情慾遮蔽了, 是很危險的, 道的心, 是很少, 就算你在道堂, 做一個主持一上, 你不明白這個道理, 是很危險的, 我不理你加入哪一個道堂都好, 讓我教你, 好與不好呢, 我不評論, 教你一件事, 看下制得過制不過, 怎樣看, 看他那些負責人, 是明不明白經典的, 你不要看他的衣服, 紅袍都不要看, 看他那些人, 聚在那些人, 看看他做甚麼, 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喂, 群埋那些人, 你應該看到, 他完全經典都不讀, 那隻那枝香, 你要小心, 你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可以參天地的化育, 歷代聖賢, 都是知道這個道理的, 我不想解釋得那麼詳細, 時間有限, 從心中拍了這個道理, 居理用水格, 在看會有這種道理, 你要詳細的道理,